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講一下香港的十大數據中心 最大的就是電訊營科的機房 第二是香港安信 第三間是新世界 香港城市電訊 和記電訊 NTT 九倉 PATNET 亞太環通 中國電訊 中信泰富 CPC 這些都是十大數據中心 數據中心其實很多人 或者接下來都會參與這個市場 因為大家看得到 我講了很多次 未來數據就是資產 這個說話不是我講 我講就沒有份量 是阿里巴巴的首席執行官曾鳴 他寫了一本書 他說阿里巴巴並非一間電商公司 他是一間數據公司 因為在今時今日 新經濟裏面 數據就是資產 擁有得越多的數據 你就越有資產 數據中心其實就是等同你擺資產的地方 等同你一些保險箱也好 或者是甲慢也好 或者是貨倉也好 什麼都好 他是給你儲存 那麼 需求一定會越來越多 以前就講激 以後是講Z 做單位 Z是多少呢 不知道多少十萬個激 我都不記得是幾個零 是這麼誇張的東西 所以 未來的投資只會是越來越多 即是那些工業性質的用地 如果你能夠改到它的用途 做數據中心 你就會是很賺錢 但是數據中心有兩個問題 第一 用電量就是非常之高 你怎樣問到電力公司 去供應足夠的電力給你 這個最重要 第二 數據中心的發熱是非常之厲害 你怎樣在空調上的設計 物料上的設計 散熱上的設計 令到它的溫度不是那麼高的時候 節省一些空調的費用 你又會是賺很多 這兩樣東西是一個重點 自己公司就是會做一些類似新的材料 令到那個環境可以保持到某一個溫度 叫做上面材料 Phase Change Material 我們公司已經拿了代理 接下來這些新的物料 我們會做一些推廣 應該是可以做到碳的減排 做到一些環保的東西 再說一次 就是數據中心 會是我們未來很重點去對的客戶 今天想說就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給大家聊聊聊聊 拜拜